臺灣針對公私協力這個部分 怎麼來作業的一個情形 可以投影片嗎 投影片可以投出來嗎 主要就是針對於災害防救 跟民間力量跟產業這個區塊 三個部門三個政府民間跟企業 三個領域共同的合作 那在座很多是各國駐臺灣的大使 那最近我們也會安排邀請 各位大使到消防署竹山的訓練中心 就董事長所提到的 來讓各位了解 臺灣在災害防救教育訓練是怎麼執行 因為臺灣經歷過很多的重大災害的 一個挑戰颱風地震 所以我們累積了這方面應變的一個經驗 那這些經驗呢 目前我們也跟菲律賓 有很深的一個交流合作 那目前在後疫情 菲律賓這邊的幹部 我們在兩年前他們有30位的局長 到臺灣來做交流 那後疫情以後呢 我們期待這個交流合作 能夠繼續來自信 當然我們跟有幫瓜地馬拉 前年疫情發生的時候 外交部也派我到瓜地馬拉做交流合作 也就是瓜地馬拉也發生火山爆發 但是火山爆發以後呢 民眾對資訊獲得比較慢 所以臺灣的剛才針對公眾的手機的一個警訊呢 臺灣這個已經開發出來 所以我們也透過這樣的一個交流 把臺灣的經驗呢 跟瓜地馬拉做一個分享 我想這是防災無國界 怎麼透過各國的經驗 共同來增進大家的專業能力 那分享這方面的知識 目標就是確保各國民眾的安全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執行的地方 下一頁 還有三個領域來跟各位說明 下一頁 OK 所以我們怎麼強調民眾的自救 自保跟護救 同樣的企業界本身也是達到這樣的目的 前一陣子剛好很多的重大的公共場所的火災 不斷的發生 那發生以後我們也在檢討 怎麼讓企業界本身能夠永續經營 怎麼讓企業界因為災害或者是火災的一個損失 能夠降低 這是消防署目前一直在努力的一個地方 那當然有些策略 後續會陸續做一個推動 那下一頁 那針對我們在災防救這個區塊 我們投注很大的經費在做 由下而上的計畫的推動 也就是讓民眾企業知道怎麼來自保自救 同時透過我們村里 江振市區公所跟縣市政府力量的整合 甚至我們最近也在推防災室 有點參考日本的經營防災室 目前台灣的防災室已經達到1萬多名 這些力量都隱藏在台灣的各地 真的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這些力量是可以透過力量整合來發揮 某種程度的效果 那在企業的部分 我們怎麼讓企業可以永續經營 所以防災室的推動 事實上隱藏這個概念 那事實上我們在台灣環保署 針對企業的毒化災的應變人員 消防署針對自衛消防編組的人員 勞動部針對於勞安慰的安全 分別都有一些想法在做企業界的要求 那最近我們也在思考 這些企業界的需求 我們怎麼站在企業者的角度 提供一些整合的應變計畫 這個剛好最近也針對災害事件 災害事件這麼多 我們怎麼來做 讓企業本身是可以在安全環境之下 即使發生事故 它可以讓損失降到最低 這是我們繼續在努力的目標 當然企業本身對社會責任的發揮 最近我們也跟企業界做這方面的合作 讓企業界本身可以做得好以外 甚至可以相互的互相合作 台中市港區就有一個工廠的火災 一發生火災 它工廠本身的自衛消防編組 馬上發揮作用 它臨近的工廠 它設有消防車的工廠 它也加入救災的行列 同時港區的消防隊也投入 這個火災的搶救 所以很快的就把這個事故做一個消弭 而這個優勢也就展現出 企業本身的能量 結合相關企業界的投注 加上政府的力量投注 這個效果是相當大的一個地方 所以怎麼樣把企業界本身的能量 發揮得出來 這也是我們正在執行的地方下一頁 那同時我們也跟財統法人正在基金會合作 他也投注三千萬的經費 針對任性社區就是由下而上的力量 甚至防災室的培養 做這方面雜根的動作 因為我們發現 光是政府由上而下去要求 民眾要做什麼 只是一個要求 那如果說讓民眾知道 他應該要做什麼 讓他能夠知道怎麼保護自己 怎麼保護社區 怎麼保護企業界 這是我們發現這個效果是最好的 所以怎麼用正在基金會的力量 結合民眾的力量 把這個力量發揮出來 事實上正在基金會最近也幫 消防署提供國際 真的發生重大災害的時候 就前一陣子 海地也發生重大地震 那正在基金會 本來也準備好專機 在那天晚上9點 結合我們消防署的特種收救隊 那天晚上9點就直接要飛到海地 後來海地政府跟我們提出說 這次災害不像10年前 災害這麼嚴重 所以這次任務就沒有成形 那這個跟各位報告就是 台灣歷經921地震 受到各國的支援 那這一次台灣有這個能量 可以分享國際社會 這個力量我們是可以在各國 如果真的有救災需要的時候 台灣是可以在最短時間 派遣我們台灣最有編組的一個隊伍 收救隊伍 搭配我們正在基金會專機 可以到各國來做這方面的 國際的協助跟救援 這個是在災害防救援這個區塊 跟大家說明下一頁 那同時我們也培養很多的民間救難團隊 跟義消 我們發現除了政府的消防救災能量以外 處於在民間的這些志工人員 這個是台灣很光明面的一面 讓這些人員灑在民間平常 我們給他做很多的深入的訓練 讓他們知道台灣出了什麼事的時候 這些團隊來發揮共同的救援力量 我發現這個效果非常好 所以民間的志工跟我們義消的訓練 在台灣扎得很深 那這個量在台灣至少有6萬人的民眾 灑在台灣各地 只要各地有事件發生 這些民眾這些志工團隊可以馬上加入 我們救災的行列 結合政府的救災能量 來處理這方面的事故 因為台灣真的經歷過 太多類似的災害的一個挑戰 那我們累積出這方面經驗的處理 下一頁 那當然對義消的訓練 這個情境是在消防署訓練中心的一個場景 也就是我們是以實際模擬的場景 讓我們的救災的訓練 包括消防 包括義消 這方面能量 真的讓他經過這麼一個挑戰以後 他們知道最嚴苛的狀況是怎麼樣 知道怎麼做 真的以後在社區遇到狀況的時候 他怎麼來處理 這個是我們正在執行的地方 當然除了火災搶救以外 我們期待這些志工人員對於救護 EMT的救護 或者是止血包紮這方面能量也能夠到位 這個除了原來傳統的救災救火 我們也把這些人培養成具有救護的能量 真的很不幸台灣各地發生重大事故的時候 這些人灑在民間這些人 是可以發揮立即的戰力 這是我們目前在處理的一個區塊 那當然我們也培養了很多的替代役 就是原來服務兵役 但是他到各部門來擔任替代役的服勤 那消防替代役這個區塊 目前從開始到現在已經有 兩萬多人快三萬人 這些人服完兵役以後 在消防局服完兵役以後 他也是回到各民間團體 那這些替代役呢 目前已經具備EMT1資格 那今年開始我們繼續要培養 讓他具有EMT2資格 讓這些人員決訓以後 退役以後 即使回到民間 他是具有火災跟救護的一個處理能量 這個是台灣在運用我們的民間力量 跟我們的要服兵役的替代役呢 也發揮這樣的一個效果 當然真的很不幸的 重大事故發生的時候 他是可以發揮立即動員的能量 其實這些人服完兵役以後 回到民間 真的企業界本身要出的事情 他在企業界本身 他本身也是能夠發揮他即使的一個力量 這是在台灣處理災害應變這個區塊 大概大概有這方面的能量 在下一頁 當然我們有很多的慈善機構 包括我們林嘉隆部長所成立的 台灣消防發展交流協會 也給我們很大的依註 讓我們協助 真的救災完以後 創傷症候群的一個協助 甚至花蓮 因為0402的火車事故 造成一位我們的消防同仁的一個殉職 以後 罹難以後 他設計我們消防人員的衣服 那這個協會幫他滿足完成他的心願 把設計的衣服提供給我們所有的花蓮 消防異消同仁來穿 他的我們罹難的消防我們的學生 他的家屬 看到我們這個善行醫學 他覺得非常的窩心 覺得台灣的社會力量 即使我已經受到困難 還是有這股善的力量 來做這方面的協助 當然還有更多的團體 包括要捐助我們縣市的救護車 消防救災裝備器材 甚至如果說國際上面真的有這個需要 我想台灣在這個區塊 絕對是不多人 絕對很願意的 把台灣的能量分給我們社會力量 來下一頁 那回到我們企業界本身產業的合作 事實上 我們發現最近的很多的大型工廠發生火警 那發生火警完了以後 我們發現它的組織的能量 它的消防設備的能量 甚至它建築防火能量 在歷經幾次事故以後 我們再檢討 同時 除了硬體人以外 它的緊急應變計畫 原來是環保署有要求 毒化在應變計畫 消防署有要求消防風物計畫 甚至公共危險物品場所 還有防災計畫 那最近我們也在整合各部門的這個力量 怎麼以管理權人的角度 到底我當老闆 我應該怎麼面對工廠裡面發生事故的處理 最近正在做一個整合 也就是老闆所做的計畫 是回歸到工廠真的出了什麼事情 我來做什麼事情的一個應變處理方式 最近我們嘗試用這個方式來做整合 把它應變人員的能量是摳合在一起 因為對企業界本身來講 它的人就這麼多 你不可能說火災是一個編主 化災是一個編主 空氣警報又是一個編主 我就這麼多人力 我怎麼分配我的有效人力 來做什麼事情 這個是在我們企業界本身 要來面對正在整合的地方 期待這個效果是能夠發揮 以管理權人老闆的角度 到底我要什麼 我們正在整合這方面能量 協助老闆 你能夠幫忙做什麼 做什麼真的工廠裡面出事情 我就知道我應該做哪些事情 來消滅這個事故的一個 危害跟事故的一個處置 來下一頁 當然我們也參考日本 跟金剛這邊的經驗 做的防災專區 很多的企業界大賣場 原來是賣的各種產品 但是我們跟他協調說 你是不是可以專門為民眾 真的有發生災害以後 到底需要什麼器材 比如說到明燈 比如說緊急用的止血袋 OK 你是不是可以把這些 專門的用品放在一個固定區域 讓民眾需要這些產品的時候 我知道到什麼地方去哪 當然很感謝防災產業協會 我們理事長這邊幫忙 花了很多的精神 讓這個精神是 升值在我們的大型賣場裡面 讓民眾真的需要這些產品 是可以馬上取得到這種東西 這個是目前已經在做 而且接下來我們是面臨颱風季節 所以遇到颱風季節 我需要哪些器材 那當然台灣有很多地震 我遇到地震有哪些器材 很多的大型賣場 很感恩他們的一個協助 把這個力量 把這個器材的一個整合 做一個提供來接下一頁 當然消防署訓練中心 我們提供訓練以外 我們最近也在產業協會這邊幫忙 還有器材工會這邊幫忙 把屬於台灣產製的防災產品 我們會把它放在消防署的一個 展示館裡面 把台灣做的產品擺在裡面 前面有提到 我們會提供給各國的防救災人員 在這個地方訓練 訓練同時讓我們各國來台灣訓練的 這些防救災人員知道台灣有哪些產品 正在使用 包括上一次菲律賓消防局長來做交流訓練以後 他發現台灣的消防衣品質相當不錯 所以我們也分享台灣的消防衣給菲律賓的消防救災人員 怎麼樣把台灣能量讓世界各國知道 前面有提到我到瓜地馬拉去做經驗分享的時候 國地馬拉政府就跟我們說 台灣你是一個科技島 你是一個科技島 可以整合很多的資訊 讓民眾知道發生什麼事 讓民眾知道發生什麼事以後應該怎麼做 所以今天的展場裡面 有好幾個產區 就是我們把這方面力量做一個整合 當然各國領事代表如果說有什麼需要 在最近我們安排到訓練中心來做一個參訪以後 我們會展示給各位了解 台灣這方面應用的能量 包括我們最近跟美國做交流 美國發現說台灣在緊急事故發生以後 我們有一個EMIC系統 他發現我們這個系統非常好用 OK 甚至美國希望說我們可以分享給美國知道說 我們怎麼開發出這方面系統 從中央一直到縣市 一直到鄉鎮市到第一線 出了什麼事情 把這個資訊進到系統輸入以後 各級應變人員都知道 現在台灣什麼地方發生什麼事情 甚至現場影片相片 都可以傳遞得出來 看得到聽得到 我們就知道這個災害事故 應該怎麼整合處理的地方 這是在台灣目前整合的一個情形 最後就是怎麼讓前面一頁 怎麼讓我們的民眾是能夠自主管理 企業能夠承擔責任 彼此間互相共榮共好 彼此間在發生事情的時候 從下而上 政府機關的整合力量的一個投注 跨縣市的一個資源 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協助 甚至國際上台灣有事情 各國到台灣來協助 那世界有事情 台灣怎麼分享 台灣經驗給世界各國做一個應變的處理 我想目前是災害已經是一個 國際性共通的語言 必須要讓我們現在所處的 國際公民上面了解 我們怎麼來應變怎麼來處理 真的有事情 台灣需要大家幫忙 來拜託各位來幫忙台灣 同樣的 各國需要台灣協助 我們也很樂意 我們也準備好 分享台灣的經驗 甚至即使透過正在基金會的專機 到各國來做這方面 災害黃舊的一個救援處理 我要這今天跟各位說明跟報告 感謝各位的聆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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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